另外有一名女網友發文表示 男友給了一百元 要她去買飲料 結果女方只買了一杯八十元的奶清 被網友痛罵是瞎咪 文章引起討論 有人認為一百元根本買不起兩杯 這也衍生出女生太浪費 或是男生太計較 掀起男女兩派論戰 Q彈珍珠搭配茶香 台灣人愛喝手搖飲 不時都有新品牌搶佔市場商機 但卻有情侶 因為價格引爆爭議鬧分手 有女網友迪卡抱怨 男友給了一百元 讓她去買飲料 結果她買了一杯八十元的四季奶清 卻被男友罵狠瞎 因為原本是希望女生買兩杯五十元的飲料 讓女方超委屈 上網淘拍 應該要分手嗎 現在不只是手搖杯 其他的東西物價都是很高的 可能紅茶之類的也許可以吧 對 就沒有下其他料 一百元想要買兩杯 比比連鎖品牌 五十蘭清晰米克夏可不可 儘管純茶類大杯價格最貴都不超過五十元 但加了奶 預算就破標 甚至有的店家只有鮮奶茶 最貴就要七十元 不只價格也有不少人點出價值觀落差 實際看看網友發問不少女生指責男生話不講清楚還罵人 建議換一個 這點價格差也不能好好說話 以後談其他事情時口氣會好嗎 但許多男生卻認為女生買奶清一杯八十元該去看眼科 男女看法竟然出現兩派差異 這也會顯示出來男女大不同 就是每個人對同樣一件事情 那我們覺得重要的點不一樣 有很多人 譬如說從對方的手機裡面發現 他有一些不好的行為了 但另外一邊的人可能會覺得 你怎麼可以看我的手機 小小手搖杯卻成了分手導火線 是非對錯 各有立場 但情侶日常武器不有 專家也建議多溝通才能減少誤會 記者黃周瑋 鄭成俊 財分報導 嗨! 嗨ku! 嗨! JUN 背色 policy 蹲你們 快點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